妈 我买很多鱼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姨妹 预定了好久的金线鱼 终于买回来了 之前有很多网友留言给阿姨妹说 想看一下我们洋江最传统的烟鱼方式 今天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先把这个鱼处理干净先 这个金线鱼在我们洋江 本地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刀里 你看它的鱼鳍这里还有一条线金色的 要认准这个金色的一条线 不然的话很有可能是红山鱼 好 因为这些鱼鳍 我来 把鱼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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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鳍的鱼鳍 这个鱼鳍就像沥闪 鲜的鱼 你看这个眼睛黑白分明了 这个非常鲜鲜 但是腌制出来 这个鱼眼睛会变成红色 但是不影响这个鱼的新鲜度 因为腌制了 它那个毛细血管会收缩 所以它会变成红色 这个不奇怪 清洗一下 洗干净就可以腌制了 为了保持鱼的新鲜度 我准备不杀肚子 也不开这个塞了 不取这个塞了 那样也可以 对 这样就非常新鲜 要好看一点 冲洗一下 一下这个塞绑子 这个鱼头要朝这个 这样朝底下 沥干水分 方便沥干水分 就这样 那鱼头水这样往这流出来 静置10分钟左右 没有沥干水分 以前的遗传没有现代化的保鲜设备 鱼民为了防止这些海鱼变质 就会把这些海鱼 放到装有海盐的城里 腌制一叶之后再取出来烹饪 这样制出来的咸鱼 就成了我们当地著名的一叶城 一层鱼一层盐 鱼塞一定要塞满盐 这个腌制出来的鱼才好吃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编制 看这样子 铺满盐 盖上盖子 腌上一叶就可以了 哎呀 好了 要用厨房纸把这些盐巴剥开 要不然腌久了会很咸 经过一个晚上的海盐腌制下 这些鱼正是下锅的好时间了 等一下来搞两条尝一下 我先清洗一下鱼 用水清洗表面盐巴 现在来开糖破度 因为我们在腌制的时候 没有开糖破度 现在把这些鱼兔子取出来 这个鱼叶成有几种做法 蒸可以最大限度突出它的原汁原味 煎至两面煎黄 整条上变鲜香富裕 那我今天来做一个鲸的 鲸的非常简单 锅里放点水 锅里放点加丝 放点葱 放点油 然后把这些切成 断的鱼叶成直接倒锅里 焖煮五分钟就可以了 吃早餐咯 好 谢谢 经过短短十几个小时 腌制的鱼叶成 既有咸鱼的鲜味 又保留了咸鱼的甜美与水分 达成了味觉和嗅觉的双重享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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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好 这个鱼叶成配白粥一流 一流 糖一下 我腌制的 嗯 嗯 嗯 好 好 好 嗯 会不会比外面的好吃 会 会不会没有这么好吃 可以粗道了我 不是不是 你打包了 我还打包满的给朋友 打包的给朋友 你妈妈好 这些我已经打包好了 送给我朋友 寄给点给他尝一下 我还腌制了很多 如果有玩耀想吃的话 可以吃下一位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了写一位的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姨妹 爸爸在抖音那里看了 这件很火的波士顿大龙虾 那我今天就在市场里买了 两只波士顿大龙虾 不过回到家 它已经缺氧了 不过不影响它的 味道 先要把它处理一下 抽它中间这里 放尿 把它对方切开 做法我是在抖音上学的 爸爸也是在抖音那里看到喜欢 不是看到想吃 它也没有明着说跟我说想吃 只是它在我面前说一句 我就满足一下它 把它的胃部拿出来 这个是虾头膏 是膏来的 取出来了 蒸的话 请这个橡皮筋就不要 我的做法比较简单 就直接送你一张 这个方法也比较简单 再把它的虾线去一张 这个波士顿大龙虾我买的时候是88块钱一斤 我买了两只 两只是124楼 你们觉得贵吗 有没有觉得我买贵的 你们那边卖这些 虾大概吃多少钱一斤呢 因为爸爸妈妈都在 都出海了 他们要做好开鱼器的准备工作 所以他们却补网了 修网 修地龙这些 修网龙这些 等一下我要打包 过去给码头他们 因为他们 等到潮水 要等潮水涨了才可以回来 但是没那么快涨 要到半夜12点1点的时候才涨潮 才可以回来 所以我要到包晚饭给他们 怕他们饿坏了 除了这个龙虾还准备了其他的菜 太长了 放点花生油 烧 再放点白桃 桃油 就 在上面 用小过程 这样的快乐 那頭上鍋了 那幾個月有 那幾個月有 将这里蒸点津葱鱼 撒上葱花鱼的肉 就这一颗烧蛾 我拿到我的包子 哇,好棒 應該帶不起來 嘿,好熱,然後再放其他的 青苍魚是他們的最愛 還有蝦條 一樣夾一點 大膽的來說弄不了這一口 把把麵製放 連蝦啤酒 再拿點水果 好開走了 先送送過去給魚爸魚爸先和我們回來再吃 準備出發 摩沛 小摩托 小摩托 他永遠不會獨摘 騎上我心了小摩托 我馬上就到家了 他讓我與你煩惱和憂傷 他带我重新回到自由天堂 来吧来吧我一起上路 我爸妈他们没潮湿还没长起来 所以那个船才不上来 所以我寄托了这个老板 他在这里在一家长座的时候 这狗好酥啊 要吃宝宝的 要走了 现在回到家了 闻到我吃了 先吃个大闻一下 哇好肥美啊 先尝一下自己做的 有口水了 已经饿了 这个肉很有弹性 哇好好吃 味道刚刚好的 真的超好吃 哇 哇 这瓶子都好大 嗯 这口吃不下 吃完饭了吃点饭后果 这节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小姨妹的戏里 我就要拜拜 拜拜